世界红锡咖啡大赛台湾区选拔赛日前比赛结果出炉 台中一家在地咖啡店四名参赛选手一局挺进全台前六强 而这也是这场赛事首次出现同一体系四位选手挺进决赛的盛况 拿了奖状满足开心的表情全都写在脸上 他们是这一次2017世界红锡咖啡大赛台湾区选拔赛的前六强 而强的是他们全部都是出自台中一家的连锁咖啡店 也是我们大赛首度难得盛况 每个选手的咖啡豆都代表他们自己本身的一个喜好性 比方说像年轻一点的选手他们就是做一些比较奔放的水果调性的咖啡 那像有两位女生的选手他们就是做一个比较花香的咖啡 那还有这一次的比赛的话就是我们也都比照这一次比赛的规格 所以我今年的主轴就是以翡翠小学为主轴 就是像上课的方式就是引导大家一同认识这个庄园 然后就是充足他们的咖啡给大家认识这样 凤梨纸直接倒进去那个创意杯里面去呈现它 凸显出整个凤梨的香气更好这样子 那另外加一台蛋那个籽是希望也是我最喜欢的味道 就是它玫瑰花香跟茉莉花 加一台蛋可以让它的香气更好 叶卓表示五年前就开始推动咖啡教育跟真菜培训 更特别设置专业的咖啡教室模拟比赛场地规格 更开放员工多考照学习 为了绝赐比赛四个人都全力以赴 光是两个月的集训每天都超过了15个小时 才让他们发挥实力 一直尝试各种不一样的煮法 搅拌方式 像比如说甩大力一点点 或是搅拌大力一点都会改变不一样 所以今天我所呈现煮出来的味道是 我找到最好的一个搅拌的方式 库复的练习跟测试 然后就是为了找寻到我们想要呈现给客人 就是有丰富的花香 但却不失整体的粘球感 还有设备还有场地 就是还有我们有优秀的同事 去当评审这一个动作 教练表示比赛项目包括有咖啡风味 个人魅力跟创意咖啡等 而四位选手在咖啡的香气 跟酸甜平衡度项目赢得高分 只差临场经验 因此只拿下了三到六名 算是难能可贵 而未来他们决定要再接再厉 继续的向明年的冠军宝座来挑战 是这里这样台中采访到